近日,高伟光开车来到母餐厅与好友聚餐 但没过多久,他又从餐厅走出来 然后前往座驾打开车门 将车里的东西交给喊来的闪送 只见高伟光与对方聊了一会儿 确认完毕后,这才转身返回餐厅 路上他再次回头向闪送比划手势 似乎是再次确认两小时是否能送到 得到答复后,他这才进入餐厅 许久以后聚餐结束 高伟光与两位好友一起走出来 可以看到,他手上还拿着没喝完的饮料 状态依然相当不错 之后几人也没有多停留 很快,高伟光就与好友告别 然后来到自己的座驾前 而此时他喊来的代价已经到达 两人聊了几句后 高伟光便打开后备箱,让代价放车 自己则打开车门进入后座等待 特意喊代价,想必是今晚的聚会喝了点小酒 高伟光也是相当谨慎呀 这样的做法必须给他点个赞 好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